我想到有人最問的吳戀真 那個大導演吳戀真 吳戀真你在台灣看電視 打開電視好像十個廣告 有八個是他做的 不不曉得為什麼 從賣烏龍茶到什麼健康食品 你就變那老了 我現在就愛滋味 牛奶花生 都沒變 一樣的 這麼大了 咪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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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算不記得這是電腦的 人家愛滋味 牛奶花生 每天都經過電腦 我都想用愛滋味 韓式泡菜 美麗湯頭 叫做五種料理 受到甘滴切除的愛滋味 韓式泡菜 還會吃下去 當下氣通丹田 水氣千條 這個牛奶是當然不是 牛奶其實不是 進行營養 照顧傳給 最新的觀念就是 一天牛奶 一天牛奶 你講到很多遍了啦 小孩子有雞無嘴了 不過牛奶有很多 我們要是以你古早傳統牛奶 唉 順手的 天然健康 有人訪問他嘛 唉 吳 吳先生你覺得 假如那個東西 商品出問題你要負責任嗎 然後吳戀真回答得好 他看了那個記者說 你媽 爸媽把你養成今天 這樣做狗仔隊 他們需要負責任嗎 哈哈哈哈 我覺得真的好 真的好 然後那個記者怎麼回答他 就不清楚 因為這個很難說 怎麼說呢 唉 東文濤紅他推銷這個 有影響力 唉 一個有影響力的廣告 不是只靠東文濤的 編劇要不要負責任 打燈的燈光師要不要負責任 攝影師要不要負責任 為什麼脊椎就演的那個呢 我做的這個工作 對我來說就像一個窗戶 如果沒有做這份工作的話 我就會是一個與世隔絕的人 朋友是很純淨的 對我來說 除了朋友 就是陌生人 近年來越來越喜歡烏龜 在外面的世界 碰到了很多干擾 噪音 只要你回到你的殼裡 那是一千年 都沒有中斷過的東西 你得到的樂趣呢 是整個水底世界 也許是上帝給你的福利 你的生活有一扇窗戶 一直在對世界敞開